通往现场道路也比较狭窄 对给整个搜救工作也是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而且为了更好地展开搜救工作 来和碎片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现机上的失联人员 三面环伤 实际上这个小伤凹 只有一条道路 有一个最新的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组建各专科队伍200多人 是做好了应急的就职准备 而且吴州市民也是踊跃地参加义务献血 为救援工作245人5.89万毫升 随时准备对道无遇难者家属开展心理疏导 另外还有一个在物资后勤保障方面 事故核心现场大概二三十米的地方 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咱的工作人员 在现场警戒了 我们也没办法再往里走了 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 还有民兵组成的救援队伍 现在也是在这里集结 随时参加救援 客机引发的山火是已经被扑灭 各路的 另外我也从吴州市卫健委了解到 目前吴州市也是派出 设立了救援的快速通道 也准备了很多抢救的物资跟设备 广西卫健委所派的专家小组 跟心理保障的工作人员跟车辆在现场 腾县的坠机现场 并且也在现场成立了搜救前线指挥部 做一顿供应该请提供的 关键 我就 来估设备